有老铁说想看修手机的过程 今天这台6SP 手机异常发热 提示温度过高 经检测试WiFi模块损坏引起的 咱们来进行下面的操作 请上手术台 取下WiFi模块 6S以上的机型 还得取下硬盘 进行一个WiFi解绑 咱们把这个硬盘给它孵下来 这硬盘孵下来之后 还得把这个硬盘进行一个处理 处理好了之后 咱们要把它放到这个硬盘测试架里面 进行读取 把这个WiFi给它解绑掉 咱们打开这个清晨助手 然后进行操作 然后把它点一下 PCIe解绑WiFi 然后完成 然后完成 以下硬盘 这么一把硬盘先给它装回去 折上锡 装回硬盘 这个6S以后的机型 必须的解绑WiFi要撬硬盘 放WiFi必须撬硬盘 才可以的 6代就不用了 直接更换就可以 然后弄好之后 咱们把这个WiFi模块给它装回去 装上这个WiFi模块 咱们就可以装机测试 开机 没有问题 开机进去 咱们打开WiFi看一下 OK 没问题 手机也不发烫了 完美